選舉日 選民一早去到票站投票 今次國會選舉 全國8620萬選民會選出國會下議院342個議席 當中包括272個直選議席 政黨需要奪得超過172席 才可以自行組織政府 而選前民調顯示 前總理謝里夫領導教穆斯林聯盟 共前板球運動員伊姆蘭漢領導的正義運動黨 支持率都是大約兩成半 旗鼓相當 而現任總統扎爾達里領導的人民黨 支持率就稍微落後 由於巴基斯坦接連發生針對選舉的襲擊 加上當地塔利班武裝組織揚言會在大選日 發動炸彈襲擊破壞選舉 當局在全國大約7萬個票站加強保安 出動超過60萬名維穩人員 包括幾萬名士兵駐守票站 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而選前的連串襲擊已經造成過百人死亡 香港昏頻電視機者 金營報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